音樂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A 寬可來小A的 OHijino Include 上一集我們把這個鍛造成蓋完之後呢 我就讓它繼續在這邊操作 那後來呢 我也把水箱拆掉了 就直接讓它這樣子自循環算了 然後它操作時候都一直把這裡升溫了 最後就升到1700多度C 那基本上我是用了快30公噸的金鞏合金了 才讓這邊升到1700多而已 所以用完這些也 感覺也升不到2000啦 所以我這邊就先停下來了 就先讓它去幫我產生這個液態鐵吧 那我們今天呢 就要來做一個液態鐵的純水庫 那其實我這邊純水庫我用的門是鋼鐵啦 那鋼鐵它最高承受的溫度增2400 然後說實話我以後一定會把鋼鐵也融化掉 所以這個水庫也沒辦法用下去 因為用到後面這裡如果超過2400的話 鋼鐵融化了 那這個門就壞掉了 所以呢我們今天要做一個 可以承受更高溫度的水庫 那這個水庫我們就要用到屋來做了 那屋的話它的 鋼鐵是2900啦 然後鋼鐵鋼的話好像是更高啦 問題是鋼鐵鋼它不能蓋那個門啦 不能蓋門的話就沒辦法做高溫水庫 所以我們有兩種做法 第一就是用高溫水庫就要用屋 可是如果你鋼鐵想高一點的話 我們就用鋼鐵鋼 鋼鐵鋼就是不能高溫水庫 我只能用磚塊這樣子 不過其實用磚塊我們就已經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所以我們就用磚塊來做吧 那一代鐵要怎麼做呢 那其實呢我直接這樣子蓋一個 電橋在這邊 然後它應該就會直接馬上融化了 那它深層的話 是在中間的這一格 可是如果中間這個是在磚塊裡面的話 它會往左邊掉 所以如果我電球蓋這裡的話 深層的液態鐵會往這邊掉下來 不過往這邊掉下來 我們需要有東西去接住它嗎 那如果是屋的這種磚塊去接住它的話 它也會馬上變成固態 因為屋的溫度太低溫了一開始 所以我們也要先把屋給升溫 然後用來接住這個液態鐵 可是這個平台也要先升溫 所以要接起來 那這邊我們液態鐵生存了 直接在這裡25公斤的液態鐵 就是剛剛那個電橋 然後它的蒸發點可以需要2700 2700的話 就是超過這個鋼鐵的2400 我們就會融化鋼鐵 那融化鋼鐵我們之後再講 其實鋼鐵是個非常好的東西 那這邊我們都先蓋起來這裡 然後為什麼我們不用決定材質是融化呢 主要是我想要做到這樣的效果 這是外圍 有一層金屬 那我到時候融化其他東西也比較容易 可能直接蓋在旁邊就可以融化了嘛 當然用決定材質也是可以啦 只是你導熱的話 會比較懶啦 像是我這邊我想直接融化鐵啊 我可以直接在這邊蓋個磚塊 那這個門就把溫度倒過來 可是如果你是決定材質的話就不行了 那這邊的話我們還要補一個幫補給他 因為到時候我們要抽那個 液態鐵上去 抽去鍛造場那邊嘛 看一下溫度馬上又倒下來了 然後 我剛剛沒有留意這裡 一開始溫度有多少 1730啊 然後他有這麼多公斤 應該可以融化蠻多鐵的吧 那我看一下 到時候融化鋼鐵可能坐這邊吧 那我鍛造場就可以 鍛造場 嗯 鍛造場就坐 這裡啦 也沒其他地方可以坐啦 直接把溫度倒上去 不要啦 這樣子 倒下面好像比較好 下面比較快 那到時候這邊就是直接 給他 導熱管線抽過來 然後這邊也是 絕熱材質嘛 然後到時候直接給他跑一個循環就好了 在這邊跑 加溫這裡的液態鐵 好了差不多了 1400了 底下應該都有1500了 那我們就開始把鐵放進來吧 就直接在這裡蓋一個 鐵的金屬磚 這裡一格有多少啊 才100公斤 固體的鐵好像 融化比較穩定嗎 這溫度擴散速度太慢了 有了有了 可是掉下來的過程就變成固體了 然後這個幫浦 喔剛剛因為這個幫浦升溫啦 好 那我們直接把這個玻璃 上面那些玻璃倒下來這裡 不要浪費 然後到時候再插掉 再送去其他地方 融融玻璃送下來應該可以直接把這個幫浦升溫吧 不過這幫浦是超大的材質啦 我應該用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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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能用烏或者是超大的材質喔 因為這兩種 會損壞 可是不會 被融化 你用金鞏合金 1000多東西就融化了 我看一下上面玻璃還有多少 喔還有1700都可以的啦 我們繼續蓋 那這個也先不用維修 那我們就 蓋個這個 然後直接倒一些鐵框下來好了 倒一些鐵下來 我們就到個1600公斤做好了嘛 這邊我搞了一陣子喔 那總算做了600多公斤的液態鐵在這邊 那我們這些液態鐵呢 就會抽到旁邊這個鍛造場裡面 那應該還會剩下一點點 剩下這一點點我們就讓它留在裡面 到時候幫我升溫 那這液態鐵量其實可以讓它滿上來上面啦 滿上來上面這個喔 之後再做吧 反正我們現在就把這個幫浦修復 修復之後呢 它還是會過熱還是會壞掉 可是在它壞掉之前 就會幫我抽到 足夠的量 跑進這個鍛造場裡面喔 然後鍛造場這邊 我們就讓它跑自循環 就用捲材質這邊 那 這自循環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們產鋼鐵的話 產鋼鐵的話 可以讓它升到 鋼鐵的讓它升521度的氣 所以到時候也不能全產鋼鐵 因為鋼鐵 因為鐵的 溫度是多少 2700嘛 那我們扣掉500 欸 所以也是2200左右的寶藏 超過2200 它再產的話 就會直接破管了 2200再加521的話 2721 2721 喔 真的2200 2200之後 我們這要改成 產 金啊 就是加溫少一點的 來讓這個溫度升到2700 銅呢 銅是加100多 銅也可以啦 到時候 反正也只能用這種方法 讓那個溫度繼續加上去 不過因為我們這邊提的量很少 所以這溫度會加蠻快的 我們最終目的就是產生液態鋼鐵就好了 產生液態鋼鐵就是用這個幫浦再抽到這個鍛造廠裡面 就是把裡面管線清空變成液態鋼鐵 然後再用液態鋼鐵去產鋼鐵以上的東西 那我們這個就算是完成的了 那這邊接一接就會開始把那個鋼鐵丟進來 產生液態鋼鐵了 來自循環也完成了 這幫浦可以拆掉了 好幫浦先停工啦 以後還是會用到它啦 把它拆掉 那我們來採一次吧 採一次鋼鐵看看 也做幾個箱子 把那些 精煉煤阿 石灰阿 帶上來 那這邊我們也把上面這個給分開啦 因為 我們只需要加熱這邊就好了 這裡的熱力我們以後就拿來做那個 蒸雞發電把它用掉吧 感覺這裡可以用很久欸 或者是拿來做涅劫也可以 不過如果當初我這邊直接用烏康去蓋門的話 可能就不同說法了 可能到時候這邊就算變成氣體化的玻璃也可以繼續用 反正它就關在裡面嘛 我要它的溫度而已嘛 不過玻璃比熱實在是太差了 還是要換的啦 還是換成其他會比較好啊 那 那 就等它們來嘗嘗看 那我先把這邊 10 精煉煤阿 然後 10塊阿 還有就是鐵阿 都要帶過來 那我們看一下那個溫度喔 喔1900多 然後 應該有加溫這裡的啦 跑完這個循環出來應該剩下1600 就是馬上跟這邊溫度平衡了 那到時候反正這個接觸到2200 就先停工 我們就改成用其他 礦物去升溫 然後這液體量很少 應該升得蠻快的啦 一趟就升了1000多 這樣子讓它跑幾趟 那我們下一集就可以來融化 鋼鐵了 好了 今天這集呢 就先到這邊結束吧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想要我蓋的東西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給我 只要我有看到 而且正常遊戲可以蓋出來的話 我都有機會會蓋進這張地圖裡面 我是小葉 我們下一集再見 Amen